M大无名奶茶店里,李洛悦和罗宾都看向了桌子上的塑料纸包。 我来动手。 罗宾不再等待,迅速地撕掉包装纸,翻出一本小册子。 诺大的黑体字,题目很清晰,面对长辈,攻防手册。 书的质量如同小姑娘泽离说的一样,简直不堪入目。 封面不过是一张苍白的印纸,没有任何花纹和修饰。 有些页印得还很歪,看起来就像是在手工作坊弄出来的劣质产品。 李洛悦专心照了几张像,就开始摆弄那几张包装纸起来,不晓得意义何在? 闲着也是闲着,罗宾从前沿开始看了起来,他竟然一口气看完了。 还挺好看的,和原本设想的不同,里头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故事。 从历史和新闻中随手拈来,加上作者文笔破家,财思敏捷,让人看得很舒服。 笔者用幽默的口吻将一个个故事缓缓讲来,一点也不乏味。 看了看书封上的作者名字,罗宾将邹松两个字,记在了心头。 罗宾,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女孩手很巧啊? 李洛约一下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,本想着抱怨几句,罗宾突然眼睛一亮。 K君从来不会浪费时间在没有必要的环节上。 K君,难道那个泽力也有问题吗? 也对,第一次就假装失误,后来那副切换自如的样子的确可疑。 不,我只是在想,他手巧,心思一般也很细腻,没有发现书是怎么到包里的,让人有些想不通啊。 罗宾提议,那不如我们再去找找那个委托者泽离,问问具体情况。 是一个好建议,行,走吧。 啊,罗宾,似乎啊,你误会了一件事情。 李洛约摊了摊手,委托者并不是那个女孩子。 啊? 是后岸书屋的董老板。 说起这个称呼的时候,他脸色有些不自然。 在罗宾不断旁敲侧击之下,李洛约终于将这件事情的开头完完整整地告诉了他。 李洛约父母在15年前失踪,到现在生死未知,这是李洛约最想要解决的案件。 不论结果是怎样,真想是好是坏,他都希望自己可以知道。 于是,他首次鼓起勇气,准备着手调查。 董老板是李洛约母亲的老朋友,李洛约联系到了他,想要知道一些关于母亲的线索。 没想到,董老板并没有答应他,而是给了他一个考验。 后岸书屋是手册最早出现的地方之一,董老板要求他调查清楚这件事,然后给他答复。 如果能够处理,他再告诉他,若是连这一点点问题都解决不了,那么告诉他线索也不会有任何用处。 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了,很多证据和线索早就消失了。 讲述的七七八八的时候,两个人已经来到了后岸书屋。 书屋地处城北和四中比林,从书屋到四中寻常步伐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路程。 门口有两块挂起来的上面有着红花的木牌子,它们被铁锁链连在一起,正好分别写着右、暗两个字,极有自己的风格。 书屋里面并不大,三十平米左右。 门口是老板的收银台,一旁有个咖啡机,里头则是银色合金书架,墙壁上有几幅油画,布置得非常的简洁。 老板抬起头来,看了罗宾一眼,笑嘻嘻地说道,怎么样啊?有结果了吗?小勺子。 罗宾目测对方年纪是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,眉眼温和,身材偏瘦,一副黑色眼镜更添几分知性。 他一身白衬衣配合着斜刘海儿,耳朵上有颗黑色的耳钉,脑后扎着一个发际,看起来非常的清爽。 哎,慢着,小勺子,好名字呀。 罗宾强忍住笑,观察着K君的反应。 搭档脸色发红,似乎极为抗拒这个称谓,不过有求于人却没有办法,种种复杂的情绪在他脸上闪过,竟然有一种含信忍辱负重的大意志感。 董姨,叫我名字就好了。 我一直都这么喊的,小时候我这么一喊,你就要我抱你呢。 怎么了,长大就忘记了。 你还说董姨最好了,董姨好漂亮,只不过是为了棉花糖。 翻起老账的董老板,面露出了缅怀的神色,捋了捋刘海儿。 罗宾心中大喊,请继续。 请继续,我最喜欢听黑历史了。 董姨,李洛约已经快崩溃了。 好了,怎么,这位是你的朋友吗? 啊,他呀。 李洛约介绍说,现在是我的搭档罗宾,暂且和我一起在一个论坛做一些简单的解密。 你好啊,华生。 董老板,你好。 就在董老板为两人倒咖啡的时候,罗宾偷偷地瞄了眼搭档,被他狠狠地警告了一眼。 罗宾若无其事地假装看风景,心里却第一次觉得,黑君和自己一样,是有点弱点的正常人类。 说吧,找我来,是求助了吗? 李洛约从罗宾的手里拿过那本小册子,递过去。 我已经想办法拿到了其中一本,里头的内容我大概翻了一下。 罗宾瞄了搭档一眼,被李洛约无视。 没错的,就是这本书。 董老板翻了翻,确凿地说道。 那我再给你说一次,顺便让你的华生朋友也听听,给你的三个提示,不会变的。 第一条,我不知道这本书的来历,不过这本书并非是我这里的东西,而是他自己偷偷地来到了我的书店的。 说着完全脱离常识的话,董老板却是一脸的理所当然。 第二点,这本书的发源地也的确是来自我这里。 不过并非唯一,本市书店里都有可能有它的影子。 最后一点,书第一次在我这里出现的时间是今年的4月1号下午7点半,时间很准确。 老板笑眯眯地说道。 我提供的线索到此为止,要求就是一周之内告诉我整件事件的来由。 他看了看手机,你还有三天,能够办到吗?小勺子。 走出书屋大门,罗宾看到李洛约仿佛终于松了一口气,脸色也终于好了些。 为了缓解之前黑历史和昵称的羞耻度,罗宾故作轻松地问道。 哎呀,这老板人还是挺好的嘛,就是性格太八卦了,他和你妈妈很早就认识了吧。 啊,李洛约心有余悸地回头看了眼书,可以说得上是聂元,他和我妈的关系,听舅舅说呀,比较纠缠,有时候像朋友,有时候又是敌人。 如果没记错的话,你妈妈应该是警察吧? 直到失踪前都是,李洛约指了指书屋方向,你可别被他骗了,董仪可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诈骗犯。 原来是这个关系,兵和贼的孽缘。 不过比起大多数偷偷行动的犯罪,董仪更喜欢明目张胆,她是那种喜欢和人斗的嚣张性异类。 舅舅说过,我妈曾经好几次都几乎拿到她犯罪的证据,结果都被她躲过去了。 后来有一天,她突然交出了所有得来的钱,查了查,基本上没有花过。 舅舅说她是一个怪女人,喜欢的是人家老老实实将钱交到她手里的感觉。 有些奇葩,仅仅因为一些小事做了几年牢,出来后就不知去向了。 我也是偶然才知道,原来她开了一个书屋。 这一次,我是代替家里,不能输啊,得靠你的想象力了,放手尽管的去瞎推理吧,罗宾。 这句话,怎么听着那么刺耳呢? 尽管如此,罗宾还是颇有气势地点头,决定先将一切都放下去,和搭档一起挣个脸回来。 自己这个罗宾,终于遇上了真的罗宾。